美國CNN記者大喇喇站在平壤 今日成廣場現場連線直播閱兵 北韓罕見大動作開放外國 上百媒體到場採訪 背後目的全球都懂 金正恩借閱兵大秀肌肉 每日密切關注 韓聯社也以頭條報道是北韓 借此向美國等國際社會施壓 宣誓他們沒再怕 甚至放話要再度核適 面對朝鮮半島局勢陷入極度緊張 有大陸軍事專家提出警告 美國沒動北韓是哲於中俄 若金正恩一意孤行 別懷疑美國動手的可能 平均每週一次大規模的演習 每一次都準備好滅掉 都是帶彈的 都是彈 每次都滅掉 基本上用不了十幾分鐘 王毅就說大陸願意支持各種形式的對話 也促請各方能夠展開對話 希望各方不管展開雙邊的三邊的四邊的對話 大陸都會支持 大陸方面不斷喊話 用對話取代動物 巧的是大陸國行也宣布縮減飛往北韓航班 甚至傳出旅行社也紛紛下架 相關旅遊產品 半島危機似乎山雨欲來 記者綜合報導